县政府积极的推动一厢一亲子馆的社会福利政策 今年4月以瑞税消防队旧厅社整顿 并且赤资2000多万元的经费 打造成为了地方亲子馆 在地乡亲民众也引颈期盼 能够尽快地完成开馆 县政府社会处表示 目前已经完成建筑耐震补强的工程 之后即将会进行内装的作业 如果没有问题 希望能够赶在明年上半年度启用开放 为了建构瑞税箱一个亲子娱乐共荣的场域 今年4月份 县政府社会处将旧消防厅社建筑 重新活化再利用 整建作为瑞税箱亲子馆 三层楼建筑空间的运用 在地民众也引颈期盼 现在我们已经奉献党指示 要改变一个综合社会福利 那在二楼有一个会设一个亲子馆 一楼一楼一楼设亲子馆 二楼是综合教室区 那这个部分现在耐震补强的阶段已经完工 那现在进入验收阶段 从丹尼的亲子馆变身成为综合社会福利馆 现在不要给地方乡亲更优质且更多元化的服务功能 而目前整个建筑耐震补强工程都已经完成验收 而至于内部装潢软体建制 以及后续委外经营等问题 社会处也着手推动处理中 期盼能够赶在明年六月如期开幕启用 那等验收阶段完成以后 就会进入内部装修阶段 那预计如果可以的正常状况下 明年六月希望能够来开幕使用 但是要有人愿意来标 所以这个部分都有变数 但所以我只能讲说正常的话 在明年六月希望能够来开幕启用 来服务乡亲 县政府推动一箱一亲子馆的社会福利政策下 争取花动基金近两千多万元 以消防队旧厅社作为基地建制综合社会福利馆 现阶段包括内装、未来、金管、人力投入 以及使用范畴等等的议题 仍需进一步解决 不过地方一致支持力挺 也期待整个计划能早日完成 提供瑞税优质的社会福利服务 记者张敏泰、石玉兰瑞瑞税采访报道